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精神跟意识 那三魂七魄的灵性 它其实等于我们原神是一样的 魂它就是我们的意识 然后灵性就是我们的原神 其实是相通的 所以我们常看说 这个人怎么最近怪怪 就状态不好 我们就说你的魂跑去哪里了 你的魂跑去哪里 魂魄不见了 那魂魄不见之后怎么办 就少了一条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就要 透过一个方式 例如说我们可能会建议大家 我们去帮自己关个原神 那是不是在了解原神宫里面的状态 我们至少要把这个灵魂给稳定 那还有就是说 假使我们有遇到三种特别大问题 例如说我们看这个人是重病 胜利场病很严重 或是他发生车祸 还有就是他这个受到惊吓 突然之间这个我们讲三魂七魄在那个当下 可能跑掉了 那这位老师就会就是讲几个案例 例如说我们在什么情况之下会发现 他魂魄容易不见 好那就会有这个一个情况 有两个我们来对照一下 假使说我们有注意到 我们在原神宫里面的花园 你会发现 奇怪 它为什么一进到里面 它里面全部是那个 很潮湿的很阴暗 湘湘 就潮湿 湿湿 那你就会发现说 它那个花园的地上就爬满一些 你看不懂的虫 你没有办法讲出来 甚至可能会有些恐怖的一些骨头 你不知道骨头是从哪边来的 就一坑坑坑坑坑坑这样子 那甚至你就会发现说 它那个草 花草都是很枯萎的 甚至是腐烂的 就是蚝卜卜这样子 然后就变黑的 好像被烧过这样子 所以这时候你就可以 很容易判断说 它这个长得就像这样子 好像牧原里面的 有没有牧原 那个里面的花园 所以它会变得很阴森 那既然是很阴森就表示 它这段期间 可能有受到某个外力 阴邪邪气的侵入 导致它可能最近会有精神恍惚 就像刚顺美讲 怪怪的 对 然后就眼神呆滞 然后就像那个亚兰姐讲的 个性大变 整个性情大变 然后你会发现说 它好像整个人就是 可能莫名就是特别累 或是最近做事情就好像 就是特别的漫步惊心 很多异常就对了 所以我们为什么会从 花园这个地方 去了解原来 透过原成功来了解之后 你就大概可以知道 它是不是里面有什么 灵性的状况 失衡 所以我们唯有在从 花园的对应 可以了解我们一个 健康的状态 你就大概知道说 它的一个问题点 是不是有一些 我们要去注意的 那第二个就是说 我们会要注意到的是客厅 那客厅其实或者是 我们所谓的神明厅 它其实就是我们整体上来讲 整体运势的一个展现 可能会有一些灯火来显示 这个人目前的一个呈现 或者我们也透过这个灯火 来明白什么 这个人是不是最近 他的三魂七魄 是不是有问题 有些人 他的那个灯是全亮的 可是当全亮 你又看得到 他好像每一盏有一点点 又在闪 又在闪 好像要快化 又好像没有 甚至有一些就是 他里面的灯 有几盏是没亮的 花体 所以其实讲穿就是说 每一盏灯都代表 是我们的这个三魂七魄 所以灯一定要全亮 不能是没有亮的 如果是灯没有亮 就代表说 我们三魂七魄确实不在 或是跑掉 或是有溢矿 那透过这些状况 我们是不是可以来帮助自己 来让这些有问题的 我们来对症下药 然后我们找出症结点 然后我们也进行很专业的 这样子的一个调理 我们也劝他说 我们可以怎么样 从善积德 希望说他透过这样的一个 多次调理 然后从善积德 他确实可以改变他自己的运质 所以以上是老师提供给大家 谢谢老师